當然今天一開始呢 我要先講的就是 真的有人要來幫我們採購疫苗 這個是呂富前總統說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有世界和平評審委員會 還有一個世界和諧基金會 致函蔡英文總統 表示要幫我們台灣 洽購3000到5000萬劑的 嬌生或者是輝瑞疫苗 而且是原廠包裝 交貨迅速 品質有保證 但今天呢 我們就看看府方怎麼回應呢 發言人說了 他說 國際疫苗採購事務是複雜又繁瑣 總統府有請指揮中心 還有我們的外交部 要尋求相關專業指引作業程序 瞭解確認 以利於後續的作業 結果你看講了一堆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感覺對不對 結果下面陳時中講的話 好像比較有點FU了 他說什麼 他說成功機率不大 早上還在說都還沒有收到函嗎 結果就直接說成功機率不大 好大的一盆冷水潑下來 他說現在還沒有收到相關文件 要密切的注意 然後收到了以後 會趕快的檢視資料 強哥 這句話 這馬上就直接告訴你答案了嘛 我先跟大家講 在評論之前 大家講一件事就好 我們現在的疫情 我們現在能夠打到疫苗的人對不對 一百個人只有六個人 所以我們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 你我 我們都沒打到疫苗 然後呢 我們現在致死率已經破四趴 所以換言之我羅志強 還有正在網路前面各位 你如果得了新冠的話 你有百分之四的機率 直接見上帝 你氣不氣 我氣不氣 不只你跟我 我們的家人都是一樣喔 同樣是這個狀況喔 好了你看我們的指揮中心 他是什麼態度 他有把你的命當命嗎 各位仔細去想這件事情 你今天呂秀蓮 他是民進黨的前副總統 他在民進黨裡面 在臺灣他有他的公信力 你今天他提出的這件事情 就站在你我生命的角度來去做 但是請問陳時中 你直接講成功機率不大 你連事都沒事 你就講成功機率不大 那只有一個答案嘛 因為成功機率是誰決定的 是他的老闆 對啊 就是蔡英文決定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段時間 你看我們臺灣 他講一大堆 什麼國際多困難多困難 我就講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 就在眼前的例子啊 很難啦 對啦 真的拿到很難啦 捐我們兩萬計的立陶宛 很難啦 人家一百個人 有76.7的人打過啦 所得比我們少八千美金啦 人口只有兩百七十萬啦 還捐我們兩萬劑疫苗啦 我們六個人 人家76.7 很難啦 真的很難啦 我告訴大家 從頭到尾 只要大家腦袋還是正常運轉的 你認為難嗎 難在哪裡 難在這個政府 才他進戶啦 他想要去護航高端啦 就這麼簡單啦 我從今天開始就這麼講 我以前真的很討厭 直接這麼斷然講 但就是 到現在都沒放棄 我跟大家講 是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一個數學的餅嘛 很簡單嘛 他心不敢 他剛開始想辦法說 我就是給你慢慢拖 慢慢拖 然後他到貨對不對 宣稱三千萬 進來一百萬 他就跟你拖拖拖 拖到八月 對 最後你沒得選就打國產 對啊 否則國產怕沒人打 那壓力很大很大很大 以後 他才開始去跟日本要 去跟美國要 要了四百萬劑 四百多萬劑 他心頭露在長血你知道嗎 因為進了四百萬劑 國際疫苗 代表國產疫苗 少四百萬劑打啦 他已經很痛了 很痛苦啊 所以呂修蓮 你是神經病 你幹嘛去壞我的局 我已經給你們台灣人 我已經給你四百萬劑 唐乞丐要的疫苗 進來台灣人 你還要怎麼樣 你還要把我的剩下 四千六百萬劑的疫苗 全部變成國際疫苗嗎 我民進來還要有利益 可以分嗎 我還要活嗎 講完這你懂了吧 為什麼要一檔再檔 所有疫苗 跟他講到現在為止 他因為壓力大 郭董的台積電 拉進來一千萬劑 他就覺得很痛苦了 可是接下來他卡到底 好大家同意這個強哥說的話嗎 同意的話就請加1 所以你看 來來來我們趕快刷起來 剛才你說 蔡英文 蔡英文有聽進去嗎 上次呂修蓮 我們這位前副總統 他很關心台灣現在缺疫苗的問題啊 結果他怎麼說 大家都是要去見炎王的 我現在很替你難過 大家還記得嗎 那時候不是還對蔡英文總統喊話嗎 對不對趕快要補足疫苗嘛 急啊 然後現在呢 他有管道 那但是問題是 這個管道 你說3000到5000萬劑 然後陳時中馬上就直接說 成功機率不大 如果就算是沒有辦法到那個數據 數字 3000萬5000萬 那幾百萬有沒有可能呢 或者是再少一點呢 有總比沒有的好嘛 直接這麼斷然呢 你都還沒有收到相關的文件 然後都還沒看到 不是嗎 直接就給你這樣的一個答案了 那你再看 對呂秀蓮 他如此 對地方政府是不是也如此呢 都是在擋 都是要拖嗎 南投花蓮縣政府委託採購疫苗 地件申請了 來你看 委託這個聖宏醫藥 然後呢送到食藥署 食藥署也收件 但是問題是呢 陳時中又怎麼說 他們都是要跟政府談的 廠商都是要跟政府談的 我們也是要知道 能不能買到嘛 那你不覺得這個話 其實聽起來都差不多嗎 意思就是 那沒效啦 好來這個賴老師 你可不可以先評論 怎麼看 我覺得上海復興 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他取得這個 中華地區的代理權 所以絕對不是跟政府談 那是跟上海復興談 上海復興談完了以後 當然就是跟BNT的總部 因為他是代理給這個上海復興嘛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那大陸那邊也表明得很清楚 因為這是民間企業 他們彼此之間的行為 那德國政府也很清楚 德國駐台代表也講得很清楚 這是他們的民間企業之間的行為 所以德國的經濟部也好 或是德國的外交部也好 他們說我們有協助過 但是我們尊重這是我們德國的民間企業 他們的行為 所以這些話都已經講得這麼的明白 那陳時中為什麼還要說 這是政府之間的談判呢 而且那時候對台積電 對鴻海都直接就授權對不對 政府就直接授權給他們 來去處理去談了啊 那台積電鴻海是政府單位嗎 不是嘛 鴻海是民間企業嘛 台積電是有很多關股沒有錯 有很多外國的資金沒有錯 但是他還是民間企業嘛 兩家都是民間企業 只是因為壓力大到不行 尤其是郭台銘的鴻海的壓力 大到不行了以後 他又硬弄出一個台積電 來去做 把那個鴻海的這個角色把它稀釋掉 現在慈濟也加進來了就擋 然後李秀仁要加進來了也要擋 南投縣政府華年縣政府 要加進來了都要擋 所以總統府講的是官話嘛 他講的是官話 陳時中講的是人話嗎 為什麼很簡單 你就開綠燈嘛 我們已經講的N遍了 他能不能買得到 不是你要去操心 你只要把綠燈打開 然後確定這個BNT進來的時候 他是原廠進來的 然後你經過檢驗 他是安全有效沒有問題的 可以施打 然後你本身對於施打之後的副作用 由政府來背書 因為他們是用捐的嘛 我們已經講的N遍了 他是用捐的 他不是用商場上的買賣行為嘛 他是捐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就可以擁有很多的疫苗 而且都是捐出來的疫苗 你根本不用再編預算 你就把這些疫苗就用公費的方式 就是免費的方式施打給民眾 施打給民眾 民眾就不用 民眾就不用因為擔心害怕 他一定要去走別的門 走巧門去施打疫苗 然後再讓那些醫院的院長很難做人 他們還要被罰款 全世界都在鼓勵施打疫苗 結果我們施打疫苗還要被罰錢 這個簡直是台灣開整個人類歷史的倒車 是啦這完全是位為奇觀了啦 台灣真的很不一樣 不過回來你看 是不是真的 就像剛剛強哥在講的 還是要想辦法去拉著國產疫苗嘛 幫助國產疫苗 否則的話呢 為什麼會在之前就說 又進口疫苗的部分 又是黨啊又是拖的呢 那你說針對高端 高端這個疫苗要EUA 但是問題你要經過審查 那審查呢現在說不用三期 不用三期臨床實驗的話怎麼做 免疫橋接嘛 我們陳建仁前副總統也公開支持 免疫橋接啊 可是好了你說現在呢 要審查之前 那審查委員他們都是誰寫什麼人 他們的立場又是如何呢 為什麼會被換掉一半 好來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呢 5月6號5月28號都有開會 食藥署有疫苗會議 結果呢 前面你所看到的 包括李秉穎這位專家 在內一共八位 他們是兩場都參加 可是你看喔 到了後來5月28號 這邊以下的這幾位 他們都沒有參加了 都換了 本來有張上淳 大家很熟悉他嘛 台大副校長 另外還有包括像黃高斌 張峰毅 我們也常常看到呢 在提醒我們要如何防疫的幾位專家 林口長庚的副院長邱正巡也在內 可是到了5月28號換人囉 結果換成呢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這個 台大醫院兒童感染科主任 黃立民這位專家之外 另外呢我們看到這幾位 特別用紅圈圈起來 他們呢都是國衛院的人 然後也被視為是國衛院系統的人 所以是不是跟陳建仁 他們的立場都比較一致 都是屬於贊成免疫橋接的這一邊 那你看到現在呢 這個食藥署的這個會議 他們開這個會議 是不是就跟李秉穎一樣 真的啊就是都做免疫橋接就好啦 因為呢都說原則提案方法 作為國產疫苗有效性判定的標準嘛 然後呢就認為說其實就可以這樣做 包括他在內都是 只有陳建偉還有就是已經退出的陳培哲教授 他們還是堅持應該要採用國際性的這個標準 要跟他們一致才對 所以呢就並不認同 所以你剛剛提到陳培哲他就退出啦 好那所以這個當然就擔心說 這個是不是就是淪為一言堂了呢 來先請教一下署長 好我們回到剛剛的第一章 所以署長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這個審查委員裡面 如果大家的立場都已經是這麼清楚的話 還需要審什麼呢 對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影響到這個審查的公信力 因為國衛院呢事實上是衛福部所屬的 是 那你現在叫了一群你自己所屬的 這個研究機構的人來審 他要怎麼樣做出一個公正獨立客觀的一個決定 不要說是國衛院了 甚至於公立大學院校 乃至於醫院 醫院他還要看這個健保的這個給付耶 這些我們都會擔心他的公正獨立性不夠 所以這樣的一個組成 他的結果事實上是無法取信於民的 那更重要的是說當然為什麼我們大家會非常的 對這些事情有疑慮 因為全球已經是在一個有這麼多 做過第三期臨床試驗的這樣的這個疫苗 那同時呢世界衛生組織認證了就已經有六種 那我們是民間他們也都表達可以去拿到 包括郭董跟台積電以外 我相信慈濟他不可能隨便出來講話的嘛 難道政府是認為慈濟講話會兒戲 甚至於難道會騙人嗎 怎麼可能這樣 那以前副總統我相信他也不會隨隨便便出來講話 所以國際已經有了這樣的一些國際認證的疫苗 而且沒有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沒有跟病毒遭遇戰 也就是跟疫苗打了以後 沒有真正接觸到病毒 根本不知道他實際的這個保護力如何 那這個呢也已經國際上的研究也就顯示 不是全部都能過關的喔 所以你一定要有遭遇戰 那不論是美國FDA或者是歐盟 乃至於世界衛生組織六月十一號 跟國際藥品監督機構聯盟 也就是所有的這些重要國家的 他們的這個藥品審查監督的這些政府部門 聯合的聲明也很明確的告訴醫療人員 說他們保證 新冠肺炎的疫苗一定是經過嚴格的 這樣的三期臨床試驗 而且呢在安全性有效性跟品質有保障的 才會提供施打 用意就是要讓醫療人員 很放心的來鼓勵民眾 搞律賓人施打 那我們台灣去搞一個沒有第三期臨床試驗的 我最擔心的 的確就像陳培首委員講的 如果一旦通過了 那麼任何我們這樣一個通過 對我們台灣在國際 上次還有一封信問菲律賓的FDA 說如果我們的EUA 那麼我們跟他有一些通訊溝通 那麼說我們樂意交流 他還沒有說一定承認台灣的EUA 如果我們這樣搞下去 不但新冠肺炎的疫苗 乃至於其他我們的藥品 我們政府核准的 我們的這個藥品監督管理的品質 公信力在全世界就要垮了 而且你看所謂的一定要跟其他國家 國際性的標準要一致 這也是很多專家特別做出的呼籲 看看美國好了 你看本來我們就是希望能夠 能夠從美國這邊 取得這個免疫橋接這條管道 這條路一通 哇美國一認不就好了嗎 偏偏人家美國就不認 好我們看到這邊呢 就是有媒體的報導 這上面這個標題 你觀看標題就可以了解了 說台灣的這個台灣製的 就我們所謂的國產疫苗 Delt Blow as US FDA Hesitate to Approve 這個就是免疫橋接 這意思是什麼呢 台灣的國產疫苗就是什麼 就是受到了挫折打擊了啦 因為美國的FDA呢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不認這個免疫橋接 他現在還是不願意採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對他絕對不會認 事實上他原本EUA就已經不認了 對那他現在還要更嚴喔 要你都要完成三期 全部都完成了完整的報告 他要要求走藥證的正規的路 所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其他的國家也都知道那個重要 比方說我們就舉例像越南 越南他們也在發展他們的國產疫苗 Nano COVAX 然後做第三期的實驗喔 比我們都還快囉 然後上週申請緊急使用喔 但衛生部的官員怎麼說 說沒有足夠科學的證據 去支持那個疫苗 可以獲批準緊急使用啊 所以人家也知道要重要要把關啊 而且他三期其實他做的 有時候超過一萬人喔 那現在呢走在前面啦 可是問題他們還在把關 德國呢 德國有個希望之心 這個疫苗 說一二階段施測效果本來是不錯 可是他三期你看到了嗎 這個解盲保護力說只有47%啊 所以一做出來之後 這個結果那哪能給他EUA呢 所以這當然就不行 那我們難道要跟人家一樣嗎 我們現在就是完全就是 只有說第二期 然後到三期都還沒有做 然後現在就說要給你EUA 可以嗎 所以看看人家的例子 你就知道先 不要說是什麼公信力了 光是看到其他國家例子 你就知道台灣真的跟別人很不一樣 那美玲我們剛剛在講 那這個委員這麼一換 馬上就讓我們想到 之前這個NCC在審中天 那麼當然那個時候 大家就說 那個裡面的組成的委員 好多都是反望中的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 本來就有的既定立場都存在了 那跟現在這個 他們的審查委員一對照 你不覺得是一個複製的翻版嗎 其實喔 這些事情喔 甚至於都不用我們名嘴在這邊說 為什麼老百姓對這些事情 現在很熟悉了啦 從中天開始起 那個一個一有影子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中天關定了 你去老百姓的這個這個大街小巷 問大家都知道 政府要你關 他會不擇手段 就要你關 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也好 然後各種會也好 他想做的他就要做 那剛剛我們講這麼多疫苗 其實處處可看見 他在為高端疫苗的這個暴露的一個痕跡 非常清楚喔 那美國就已經說了這個美國FDA就講 他不接受免疫條件 這是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要為國產疫苗來報區 報什麼區 其實國產疫苗要研發 我們國人是非常支持他的 對 我們立法院預算也是非常支持他的 我們也希望國產疫苗這個好好的做 那將來呢 不但是可以通過這個國際認證 也是我們臺灣之光 可是他就偏步好好的做 然後這個搶時間搶利潤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是民進黨政府亞苗助長 反而會把這支國產疫苗去把它整死 那我們回頭看 其實呂秀蓮跳出來 前陣子他一直在批一直在批 講了很多 但是踢不進去 所以他想那我再怎麼罵再怎麼說 那你們都不聽 我有些實際作為你們總是要做吧 那我們看他那兩個單位 一個實情世界和平獎評審委員會 一個世界和諧基金會 這兩個不是一般性的這些 你明不經傳的會 他是有兩位以前已故的這個 美國的國會議員 那他們去組成的 那他們以前在世的時候 其實跟臺灣非常的友好 他們非常的熱愛臺灣 那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說 為什麼大家都開始急了 要幫臺灣買疫苗 要捐贈疫苗給臺灣 因為臺灣現在疫情的狀況 全世界都在關注 大家都擔心 唯一不擔心的是誰 你看呂秀蓮 他憂國憂民 可是我們的這個蔡英文 不要沒關係 為什麼不要沒關係 就為了一支國產高端的疫苗 我真的覺得非常糟糕 因為這個是人命關天的事 那我們回頭看 今天郭台銘也好 台積電也好 當初他們說要跳出來 說買疫苗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講說 被卡定了 這個一定不會過 可是後來佛光山說要出來買的時候 大家燃極限希望 大家想說這個佛光山這個信眾多 那又是佛教團體的組織 蔡英文總不敢擋了吧 對 不好意思 就跟中天關台一樣 他要你關 什麼他都敢做得出來 佛光山照擋 今天此地送來 他也有意見 所以這麼多人要給我們疫苗 來救臺灣 可是呢 每一個地方都被毒死了 所以可見 他到底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們不言而喻 是 什麼 強哥對 有意見 我跟你講 就是先射箭再畫吧 其實所有東西 其實答案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 他已經把這腳本寫好 他就是一路要走到 就是我就是要高端的疫苗要過 然後都不會改 這劇本都不修改 他最多做了一點點不得已的 讓步微調 就是他真的是因為我們一天到晚 在那邊監督他 他壓力大到最後 他說好 我授權讓郭台銘跟台積電來去買 我剛才告訴大家 還沒買到 所以呢 後面還有的橋 他現在表面上授權 他會做什麼東西卡 還不知道 他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真的就是一個拖自覺 對 他看什麼壓力到哪裡 他往前走到哪裡 其實主要的目的還是巨大的利益 對 就是巨大的利益 對 一支要881塊 然後一個人至少要打兩支 甚至到三支 那你等於是一個人要打一兩千塊 你一個加五個人的話 就打了一萬塊走了 那你想想看兩千三百萬人 八九百億的利益 他是這樣子 要把台灣的人的血汗 這樣子抽走 然後但是問題是 傷害的是台灣人 就台灣人的生命 安全健康受傷害還要再付錢 這全世界有這種事嗎